大家好,欢迎回到市城talk 最近在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有关移民的话题炙手可热 有不少的小伙伴联系我问我相关的问题 甚至连国内几乎不联系的同学也发信息问我有关新加坡求职工作的事情 如果说你是我频道的新观众 你也可以找到我之前的一期视频 普通人移民新加坡的三种途径可以去参考了解一下 同时也有人向我咨询有关新加坡工作创业以及子女教育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已经介绍的蛮多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有针对性的找出我原来的视频去看一下 不过今天我尝试换一个角度 以一个新移民的视角聊一聊移民这个话题 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他们选择在新加坡工作或生活的理由 让大家做个参考 声明一下这些观点或看法仅代表我了解到的部分人 不能代表全部 有较多的主观性 如果说你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 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你有投资理财或保险方面的需求呢 也欢迎与我联系 期待通过这个频道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连接 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是我根据我身边的新移民朋友的真实情况做的一个汇总总结 有的是在新加坡读书并留下来工作 有的是直接来新加坡求职 进而把家人一起带来新加坡 有的是在新加坡工作生活了20年的老移民 说说他们对新加坡的理解和看法 聊一聊他们选择在新加坡生活的理由 首先呢 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在新加坡工作会比之前的收入更多 生活品质呢 相对也更高 如果说拿中国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与新加坡做对比 同类工作薪资方面的差别呢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说拿国内的二三线城市做对比 那么收入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再考虑到两边的生活成本 买房 培养孩子等方面的支出 选择来新加坡工作 一方面意味着更高的薪水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个相对更高的生活质量 因为收入的因素而选择来新加坡求职 或者移民 相信是不少人比较看重的方面 毕竟携家带口 漂洋过海 远离祖国 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 一定是要比之前生活的更好 或者是赚的更多 否则出国呢 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大家说对吧 其次呢 不少人觉得在新加坡拥有更好的创业和就业环境 以及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有个朋友 大概十年前来新加坡打拼 先是在餐馆工作 在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呢 就自己创业做餐饮 他先从很小的摊位赶起 一步一个脚印 经过了多年的打拼呢 也小有成绩 后来在全岛就有了十几个摊位 生意还算不错 然而大家也是知道的 疫情开始了 对餐饮业的冲击呢 还是很大的 好在有政府的补贴 让他度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 所以很多人看中的 就是新加坡比较好的营商环境和创业机会 在他们看来 这种优势在很多国外的城市是不具备的 说实话 现在国内各行各异的竞争和内卷都很厉害 换句话说 钱呢是越来越不好赚 这时呢就有不少人想选择来新加坡寻找机会 按我朋友的话讲 只要说你的要求不要太高 想在新加坡立足下来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还有很多人呢 之所以选择来新加坡 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这些年我见过不少的国内的家长 为了孩子能在新加坡接受一个更好的教育 父母双方呢放弃国内的事业或者生意 跟随孩子来到新加坡 或者是在孩子学成以后呢 举家渔居新加坡 一方面陪孩子读书 另一方面也期待在新加坡能够开创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 而选择来新加坡 这种牺牲呢也是蛮大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孩子在国外读书求学 未来发展成怎么样 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需要一定的魄力和勇气 以及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 不过近些年 来新加坡读幼儿园和小学的低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 这个年龄段过来新加坡有它的好处 对小孩子来说 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 特别是对在学习英文方面 而一旦过了语言观呢 接下来的学习就会很快 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 如果说从小就来到新加坡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会越来越新加坡化 虽说他们还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从内在而言呢 他们其实已经是新加坡人了 像我一些朋友 都是在孩子小学的时候陪孩子来新加坡 他们现在已经中学毕业 对孩子来说 中国呢 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一年回去一次的地方 对新加坡的认同感是远高于国内 毕竟他所接受的文化 朋友圈子和价值观念 都是新加坡式的 在这里呢 也不得不提新加坡政府面向再读的 外国留学生而实施的一项非常友好的移民政策 也就是说在新加坡读书学习满两年 并参加过政府举办的任何一次全国性考试 比如说小六会考 欧水准 A水准等等 之后呢 就可以在学生阶段申请用旧居民 之后如果一旦申请成功呢 就可以为家长提供陪读或者是长期准证 可谓是一人留学 全家移民 性价比呢 非常高 谈到孩子的教育呢 我也多说几句啊 新加坡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 有些人呢 就认为在新加坡读书 孩子的压力一样很大 作业和辅导班样样都少不了 家长呢 也一样很内卷 这一点确实没错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一个孩子同样的努力程度 同样的基础 在新加坡呢 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将来的学业呢 也会有更多的选择 另外呢 也有朋友选择来新加坡生活 为的是更好 更安全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最安全的国家 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甚至是位列最适合退休养老的 国家的前三位 新加坡的这些软实力呢 真的是蛮吸引人的 如果说你本身是新加坡人 或者说是在新加坡生活了很久的新移民 你或许感知不到 可能你会觉得你周围所拥有的这一切 像湛蓝的天空 洁净的空气和水源 以及遍布全岛的绿树和花草 都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 然而对其他一些国家的人们来说 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所缺乏的 甚至是遥不可及的东西 这也是我最后想表达的 没有完美的生活 只有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在有条件和有余力的前提下 勇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想要的可能就在眼前 也有可能是在远方 好了 如果说恰好你也是新移民 也欢迎在下面分享 你选择新加坡的理由 让我们一起交流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可以 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击右侧的小铃铛 这样你又可以及时关注我的最新动态了 如果说你有保险投资和理财方面的需求 也欢迎与我联系 还是那句话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市城talk 我们下期再见